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它呢是在1994年发布的 通常呢用来为广播信号提供视频和音频的这样一个编码 那么杠二呢它是DVD的一个核心编码技术 也就是在VCD过后呢我们又出现了一个DVD 杠二呢它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叫做系统的描述部分 这一部分呢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用来在非可靠介质上传输数位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的这样一个机制 第二部分呢是视频的这样一个部分 与杠一呢类似 我们说区别呢是它提供了对隔行扫描视频模式的这样一种支持 那么隔行扫描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广播电视领域啊 那么隔行扫描当然也有主行扫描这样两个概念 这个呢我们在后续呢会给大家说啊 或者是我们前面呢已经给大家讲过这部分的内容啊 那么杠二呢是后项的一个兼容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DVD这种DVD机啊 它可以播放DVD 当然它也可以播放VCD 但是我们说VCD机呢就不能播放DVD 所以说这个杠二呢 它是向后兼容的啊 向后兼容的 及所有符合标准的杠二编码 符编码器 这个编码器就是我们广泛说的这个机器啊 可以大家简单的理解为这个机器 那么符合标准杠二的这个编码器 也就是说它能够解码杠二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正常播放杠一的啊 也就是我们说 简单说就是DVD机可以播放VCD啊 这样一个视频流 那么它们的区别呢 我们总结出来呢 这样一个表格 一个是发布时间的区别 另外一个是主要应用 一个是VCD 一个是DVD 那么空间分辨率呢 一个是CIF啊 也就是我们的通用格式 另外一个是D1 那么D1呢 我们在后续呢 会给大家讲解 此时此刻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D1呢 要比CIF它的这个分辨率呢 要高 也就是简单理解为 它的这个图像呢 要大啊 图片呢 要大 那么帧率呢 我们来看 帧率呢 杠一呢 杠二呢 要比杠一呢 也要快啊 也要快 接下来是我们的马流 马流呢 一个是1.5兆 一个是15兆 这个呢 也提高了10倍 啊 这个 呃 还有一个是压缩率 那么压缩率呢 一个是20到30 那么杠二呢 可以达到30到40 啊 30到40 这是我们说的 它整个的一个区别 啊 呃 我们来看一下马流 马流实际上 是我们网络视频监控当中啊 一个非常呃 关系的一个点 那么马流的大小呢 决定了我们带宽 部署带宽的这样一个 呃 的大小 那么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情况 就当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的 我的这个电脑啊 是 自带的光区呢 是这个VCD的光区 呃 后来呢 就有了DVD 有了DVD以后呢 我就想啊 我用这个 呃 用这个DVD去看 所以呢 我买了一个外置的DVD光区 然后呢 插上去看 当然我的DVD光区 是可以读我的DVD光碟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我的当时的这个传输的接口呢 USB接口呢 它的传输这个 它的这个速率呢 是很低的 也就是说 我光区读到的这个数据 以后呢 我的马流太大 啊 马流太大 那么这个接口 也就是外置的这个 这个USB 它本身是支持呃 比如说每秒15兆的 但是我自己的电脑呢 这个USB口呢 是达不到每秒15兆的 所以呢 我当时买回来以后呢 还是不能用 那么虽然可以读出来 但是在显示器上呢 是一帧一帧 就非常非常的卡 啊 这个所以说 那么我的这个例子呢 只是讲我当时的这个故事 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大家在去做具体的网络视频监控 这样一个应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多方面的考虑 考虑它的编码方式 啊 考虑它的帧率 考虑它的码流 啊 还有考虑它的压缩率等等 去选择合适的编码压缩算法 啊 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 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那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应用呢 就没有办法 很顺畅的去实现 啊 所以各位同学 一定要注意啊 这也是我们这门课 讲授的一个意义所在 也就是 大家认为 网络视频监控 其实很简单 但实际上不是 我们需要 所需要考虑的 这个细节呀 非常非常的多 从镜头的选择 到中间的编码压缩方法 到后续我们各个后端的 视频监控的这些设备 其实它的这个门道呢 是非常多的 所以需要我们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 那么杠二的这个步骤 我们翻回头来看杠二的步骤 第一步当然还是我们的RGB 到我们的颜色空间外 CRCB的这个分割 第二步呢 将CRCB呢 进行分割以后呢 分成八成八的小块 对八成八的小块呢 进行直接的这个编码 也就是我们的DCT 那么对于P帧和B帧来说的话 我们首先呢 要做一个运动的补偿 由于相邻帧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强 所以各个红块呢 可以在前帧和后帧中对应的位置呢 找到相似的匹配块 或者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匹配块 该偏移量呢 作为运动补偿向量呢 记录了下来 接下来呢 运动补偿 估计 运动估计 重构区域残叉 被送到我们的编码器当中呢 去进行一个编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形成编码 然后呢 对残叉图片进行DCT的变换 而得到的技术呢 进行量化和重新的一个盘序 最后呢 我们进行形成编码和霍夫曼编码 实际上整个这个过程啊 跟我们的杠一呢 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在处理方面 处理细节方面呢 更加的精确 或者是分辨率呢 更加的低 分辨率呢 更加的低 它的红块呢 取8x8 这样一个小块 去进行运动补偿 而我们杠一的时候呢 大家有没印象 是用16x16 这样一个颗粒度 去进行这个运动补偿的 所以其实颗粒度越小 我们说分的块呢 也就越多 分的块越多呢 我们说所处理的这些内容呢 也就越多 它的程序呢 也就越复杂 它的运算复杂度呢 也就越大 也就越大 它随机产生的这些数据呢 相对来说呢 也就越多 那么图解呢 我们还是跟这个杠一呢 是一样的啊 颜色空间 块 然后呢 进行运动补偿 当然我们这里面呢 有癌针 P针和B针 这样一个区别 这样一个 全新的加入 那么进行运动矢量 和残杀图像的 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最后呢 进行霍夫曼编码 形成了我们最终的视频流 这个图片呢 就给出了我们 整个杠二的这个编码步骤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 对大家呢 也是一个总体的一个了解 总体了解 我希望各位呢 学习的时候呢 对这个编码 细节呢 我们可以暂且的进行 放在一边 整个的流程 或者它的思路呢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